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6年的热播大剧《青云志》展露头角 在历经近十年的演艺沉淀之后 于2020年一战成名 说起2020年的诚意 不得不提的便是当年的热播仙侠剧作《琉璃》了 该剧改编自十四郎小说《琉璃美人煞》 由尹涛 麦冠之指导 已经播出便收视登顶 因为这部《琉璃》的热播 诚意凭借剧中男主设定一战成名 再加上公司的力捧 这两年的发展可谓是如日中天 仅仅两年便领弦恶与君哥 沉香如蟹 山河 月明 以线 莲花楼等多部大剧 近日因为一部《莲花楼》的热播 诚意通过誓言李湘一二次获赞 无论是造型 启智还是武打 还词都给人一种极尽人心 淋漓尽致之感 如今《莲花楼》还在热播之中 诚意便再次被爆出了再起新作的消息 一时间可谓是热度翻升 评论满满 诚意首部双男主剧开启 携手谭剑刺领弦主演 女主人选令人意外 近日有消息出现 一部名为《书流年》的古装双男主剧 宣发了启动 而人气颇高的诚意 便成为了该剧第一位邀约的男主 除此之外 还爆出了谭剑刺加盟的消息 既然是一部双男主的作品 那么自然不会只有一位人气男性领弦 因此近几年发展极佳的谭剑刺 便成为了第二位男主的相邀之人 谭剑刺也是出道多年的一位实力男星 只不过前几年因为影视剧资源的匮乏 出演的大多都是一些配角 直到这两年才逐渐回升 凭借《烈罪图剑》可谓是一战成名 《烈罪图剑》是谭剑刺与金世家领弦主演的一部现代探案剧 该剧也是双男主的设定 只不过类型不同于这部《书流年》罢了 不过 近日热播的一部《长相思》 可以说是完美展现了谭剑刺的古装造诣 凭借以上两部作品的热播 男剑刺以男主的身份加盟这部古装双男主剧 可以说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受达诚意的话题 必然也是人气满满 除此之外 虽然这部《书流年》是一部双男主的设定 但是因为女主的特殊 并不像以往的同类型作品 它与两位男主都有住千丝万缕的联系 戏份也是十分不错 因此 在人选上也是颇为注重 据悉 在这部即将启动的《书流年》中 已经暂定了轩露出演该剧的女主 一时间可谓是引起了无数称赞 要知道 轩露作为近几年公认的人气小花 在凭借陈情令 与君哥 写世天下 与封行等多部新作的助力之后 已经逐步开启了当红女星之路 虽然她如今的人气不及一线 但是其颜值和演技却均是一流 成名只是早晚的问题了 此次 轩露以女主的身份加盟这部新作 既是对作品自身的一种保障 也是自己影视剧发展上的又一次机遇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